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就可以开始吹瓶子了 如果你有困难吹出声音的话 可以做以下的调整 第一种是移动平底来调整气流的角度 类似这样子来动 第二种是调整你的气速 想象你要吹一根蜡烛 但是不把它吹灭 而是处于摇曳的一个状态 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很稳定的速度 第三种是移动平口在下嘴唇上面的位置 你可以往上移或者是往下移 因为每个人下嘴唇的厚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要靠你来发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还有一种方法是调整口风的大小 用嘴巴当中的肌肉 还有一种最后一种方法 就是调整平口在下嘴唇上面的压力 如果你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吹出声音的话 可以尝试喝掉一点饮料 看看能不能吹出更低的声音 或者你还可以尝试里边放水和其他的饮料 来对比一下音色和音高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主要指出两种错误的嘴型 第一种是牛叫嘴型 这种嘴型很难在长笛上面发出声音 反而还会消耗很多的气 因为你的气是直冲冲的冲出去的 很难打到内壁造成气流的分叉发出声音 第二种更为严重的错误嘴型是微笑嘴型 因为初学者会觉得它更容易在长笛上发出声音 但是这种嘴型一旦形成 会造成日后嘴巴的紧绷 甚至是颤抖 还会造成音色的稀薄 很难有更多的音色变化 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 最后花了三年的时间去改变它 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请大家关注sky音乐分享 来关注更多的干货和新鲜资讯 我还会出更多的二重奏视频 还有技巧讲解的视频 请大家敬请期待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